好 另外看到在俄乌的部分 那么29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 开战也来的最大规模 有158种武器 那么动用110枚的飞弹 至少造成了30件死亡 那泽伦斯基也突然来到了前线 阿夫迪夫卡视察 而波兰就表示 俄罗斯大空协期间 有不明的飞行物 从乌克兰领土进入到波兰的领空 要求解释 但俄方认为是诬告 指出波兰并没有任何的证据 亮哥 这个是针对乌克兰打 克里米亚的报复 那当然报复的很重 他打的地点非常的多 那大部分都是在打 军用的仓库 然后未来的后勤设施 为什么这样打呢 因为乌克兰即将要进入冬天 他就要让到时候让你 没有办法运作 比如说他攻击你的电厂 还有仓库被烧掉 这个我觉得就是 就是在跟乌克兰讲说 你以后有一些红线 你不要乱来 不然我的反击的行动 会激烈到这个程度 而且是非常激烈 就直接 连基辅有一栋楼都被炸到 我看有住民楼 有两层的 他们以前不打基辅 不会打那种地方 他打到一个 一开始的时候基辅是没有 很少 大部分都打军目标 他打过乌克兰的军队总部 可是都是打军目标 可是这次真的有打到居民楼 这个就我觉得有点故意 就说你真的不要惹我 我会是这样的 因为乌克兰有打到俄罗斯的老百姓 所以等于就是 我不会一下打到122颗导弹 实在很惊人 类型有158种武器 他还有打别的 不只是导弹 还有很多无人机一大堆 反正就是 反正而且乌克兰的处境 明年之后会更糟 所以真的就是 因为乌克兰明年可能会拿到F-16 那现在就怕 他军队里面也会有一些强硬派 就用F-16到处飞 那F-16到时候打的 一定会非常严重 因为他是射飞弹 而且你一飞 大概就飞到俄罗斯境内 所以除非你没有被俄罗斯打下来 不然如果他要打地面的目标 那结果一定会非常严重 也是会非常惨力的 那俄罗斯反手 你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情况 他会用什么样的 对 好另外再来看到是2023的中国军事亮眼 包含了运游20兼20 那么四机护航编队首次公开展示 还有就是山东舰航母编队 也首次成体系员赴西太平洋海域 南部战区在这边呢 也已经组织了陆军部队实战化的演训 还有就是在俄国伊朗罕见出现争吵 这个部分请要讲句话 这个上面这段影片 运游20跟渐20我觉得他就是军中的一个内宣的一个 振奋士气的一个宣传 但我特别要讲说大家会去好奇为什么伊朗跟俄罗斯在吵架 那会不会说是让欧美这两国这几个国家看到以后见烈欣喜 其实这两个国家吵架是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讲了一句话 他说那几个争议的小岛要和平来做解决 那不行这踩到伊朗的红线 你知道两亿战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几个岛在吵架 然后伊朗也为这事情跟中国也发生过争执 也抗议过 因为中国也讲说这几个岛要和平来处理解决 我这几个岛的位置我在这边跟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荷姆之海峡 它这个岛在这个地方有三个小岛很小 这三个小岛 各位看一下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 它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荷姆之海峡的烟河口 对不对 如果说荷姆之海峡是烟喉的话 它就烟河口里面那颗小石头 那虽然说岛很小 可是它真的是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你所有游轮从波子湾运游出来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那这三个小岛 其实为了这三个小岛 这个伊拉克跟两翼战争 就是为了这三个小岛的主权争议 那时候两翼战争就是为了这三个小岛 小岛的主权 然后开战 两翼战争也是为了这三个小岛 所以那这三个小岛是怎么样 原来你看下面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为什么叫联合大公国呢 我们现在叫它阿联酋 它是很多个酋长国组成的一个国家 其中一个酋长国 以前这三个小岛是英国占领的 英国走的时候就把给它其中一个酋长 说这三个小岛给你 可是那酋长自己还没有宣布独立 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伊朗就跑到对面去 伊朗是波士人 它跟他们是阿拉伯人 不是同一个种族的人 它伊朗就去实质上面占领的那三个小岛 那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说你这三岛应该要还给阿拉伯 阿联酋这个国家 因为当初英国是给他们的 那现在来讲争议就来了 第一个它战略地位很重要 伊朗会不会放弃 第二个实际上面控制权 伊朗在上面驻有军队 驻在这个地方 它控制整个河姆之海峡 那你说在这种状况 伊朗怎么可能把吞到肚子里面的这块肉 再给它吐出来 所以说你现在只要是不管是俄罗斯 或者是中国 讲说和平解决这三个岛的争议 就踩到伊朗的痛脚 它一定跟你翻脸 但是它翻脸它不会动武 大家放心 这不至于说是叫动武 因为中国也讲过这种话 要和平解决 其实是很中性理性的话 你们好好来讨论来解决 但是伊朗来讲的话 你连这种话都不能讲 你如果讲这种话 我就跟你抗议 如果说更严重来讲的话 伊拉克我就跟你开战 所以这三个小岛在伊朗的心目中 是他们的神主牌 动都不能动 讲都不能讲 所以说这是主权争议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说 这个只是说 一般外交上的一个词令 表达对这三个小岛 那主权卧在 现在是他战友军队 住在上面 你任何一个国家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俊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